邻居熊孩子经常偷吃我外卖 家长不但不管 还骂我是穷逼 只配吃十块钱的垃圾货 我反手就买了一份价值百万的外卖 不为别的就为了给孩子家长一个深刻的教训 这天我打开门拿外卖时 竟然发现一个熊孩子 正拿着我外卖里的汉堡和鸡腿 大口大口的吃着 我瞬间火冒三丈 这特么是谁家熊孩子 居然偷吃老子外卖 生气的我 一把将他手里的汉堡炸鸡全部拿了回来 那汉堡跟狗啃过一样 只能丢拉鸡桶了 可谁曾想 那熊孩子竟然嘴一撇 一脸委屈的嚎啕大哭了起来 接着一名妇女很快走了过来 她愤怒的问道 豆豆 怎么回事 是不是她欺负你了 告诉妈妈 妈妈一定为你做主 我顿时怒了 我说这位大妈 你要搞清楚 是你家孩子偷吃了我的外卖 我才 知道了知道了 不就是个外卖吗 几十块钱而已 你犯得着弄哭我家孩子吗 中年妇女直接打断我的话 不耐烦的说道 她还是一个孩子 又不懂事 你跟她计较什么 看你也老大不小的 也就这点出息 你不就是想让我赔钱吗 看好了 一百块钱在这儿呢 可千万别说我们不讲道理 更别用偷这个字 豆豆 跟妈妈走 记住了以后 不要吃这小畜生的外卖 她的外卖脏 吃多乐得癌症 中年妇女丢下一张钞票 给了我一个白眼 拉着小孩子的手就走了 我看着这么不讲理的泼妇 气得浑身发抖 难怪能培养出 偷吃人家外卖的熊孩子 就这么个不讲道理的汉妇 能教育出什么好货色 如果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 肯定也只能是忍气吞声 但是我不行 凭什么熊孩子偷我外卖吃 那老女人还羞辱我 今天我还非要叫这个针了 我非要对方跪下来道歉 接着我花十万 买了一个8K的高清移动监控 随即我带着监控来到了全市最豪华的西餐厅店 直接叫来了餐厅经理 你好 我想点一份价值一百万的外卖 经理也是一脸猛逼 有钱的他倒是见过不少 但是开口就要消费一百万点外卖的 这绝对是他从业以来的头一次 我也懒得解释 直接说道 我可以先付钱 随即掏出手机转了一百万过去 当经理确认真的收到了一百万的预付金后 顿时脸上绽放出了如菊花般的笑容 刘先生 钱已经收到了 您看您的外卖都有什么需求 第一他不能体积太大 最好分量就肯德基全家桶那种体积 第二包装一定要精美 看上去就价格不菲那种 第三所有食材的收据 还有你们餐厅的加工费 总之这一百万具体花到哪里了 必须清清楚楚给我列出来 同时要你们餐厅的高层都在上面签字 按手印 以能证明我这份外卖绝对值一百万 第四送外卖的时候 我要你们全程跟踪录像 确保这份外卖从你们餐厅出来到我家都没有被调包或者损毁 经理把所有条件都记录了下来 然后点头道 没问题先生 第二天中午 西餐厅的工作人员就把我那份价值百万的豪华外卖送了过来 我签收完之后 就把外卖放在了门外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鱼儿上钩了 那熊孩子果然没让我失望 家里的监控视频显示 熊孩子看到这次外卖奢华无比的包装 顿时眼前一亮 随即他便撕开包装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好像哦 太好吃了 比汉堡炸鸡好吃太多了 没多久 外卖就被这熊孩子吃的就剩下食物残渣了 看到这一幕 我内心一阵狂喜 熊孩子真行了 一会儿你家房子怕是要一堵了 随即我便打开了门 熊孩子看到我推门而出 非但没有任何畏惧 还一脸得意的说 你这外卖真好吃 下次我还要吃 我戏谑的看着得瑟的熊孩子 他大概还不知道 刚刚他吃的不是外卖 而是自家的那套房 我假装礼貌的说道 小朋友 你又偷吃我外卖啊 上次不是告诉你了 偷吃人家外卖是不对的吗 谁知那熊孩子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吃我就吃 气死你个傻逼东西 那你这样 我也只能让你父母过来赔偿我的损失了 你在这儿等着吧 没一会儿熊孩子父母就走了过来 我不紧不慢的说道 你儿子又偷吃我外卖了 这回你怎么说 那泼腹白了我一眼不屑的说着 我再次声明 我们家孩子是好孩子 不会偷吃你的外卖 你要再敢用偷这个字 我就去告你 他掏出手机道 付款马给我多少钱我转你 我微微一笑掏出手机伸了出去 那泼腹又接着说道 赔你外卖钱没问题 但是你必须要道歉 道歉 你搞笑吧 他偷吃我外卖害我没饭吃 我还要道歉 当然要道歉了 我钱给你了 就等于这外卖是我点的 我点的外卖 让我儿子吃 有毛病吗 一点毛病没有啊 而你却口口声声的给我夹豆豆扣帽子 说他是在偷你知道这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灵伤害吗 女子说着一脸愤慨之色 就好像我干了多么十恶不舍的事一样 我也懒得和他争吵 行行行 别说道歉了 您让我给您跪下都行 只要赔偿我的外卖 一切好商量 外卖是吧 两百块钱你收着 女子就好像自己是什么神豪一样 双快的转了两百块钱过来 两百块钱 够你买七八分这样的外卖了吧 现在我要你马上向豆豆道歉 并且告诉她 是你诬陷她 她并没有偷外卖 女子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看着我 旁边的熊孩子也是嚷嚷着 道歉道歉 快点道歉 快点道歉啊 愣着干嘛呢 想耍蛋啊 我不慌不忙的说道 不好意思女士 两百块钱不够 女人一愣 有点不太情愿道 两百块钱还不够 你吃的什么破外卖啊 这么贵 算了算了 你说吧 多少钱 今天 我必须给我家豆豆讨个公道 我听到这话嘴都快笑歪了 接着轻轻吐出了三个字 一百万 听到一百万 那婆妇更是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多少钱 你再说一遍 一百万 再次听到一百万这个数字 那女人直接破口大骂 你这穷笔怕是穷疯了 搁这儿说胡话呢 一个破外卖还特没一百万 熊孩子经常偷吃我外卖 我反手买一份价值一百万的外卖放在门口 不为别的 只为让他家卖房赔偿 那熊孩子果然上道 很快我就从监控视频中看到那熊孩子确认周边没人后 就把我价值百万的外卖开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看到这个视频 我内心一阵狂喜 小兔崽子真行啊 一会儿看把你家房子卖了够不够赔 随即我便打开了门 只见那熊孩子把我外卖吃了个精光 你这外卖真好吃 下次我还要吃 我嘴角微微上扬 一脸戏谑的说道 小朋友偷吃他人 外卖是不对的 谁知那熊孩子一脸不屑的说道 我就吃 我就吃 气死你 我也不生气 不一会儿熊孩子母亲就走了过来 你儿子又偷吃我外卖了 这回你怎么说 那托腹白了我一眼不屑的说道 我再次声明 我们家孩子是好孩子 不会偷吃你的外卖 你要再敢用偷这个字 我就去告你 随即他掏出手机道 一个托外卖是吧 两百块钱你收着 女子就好像自己是什么神豪一样 爽快的给我转了两百块钱过来 两百块钱 够你买七八份这样的外卖了吧 现在 我要你马上向豆豆道歉 并且告诉他 是你诬陷他 他并没有偷外卖 我看着这么嚣张的泼妇 很显然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接着我淡定的说道 不好意思哈 两百块钱不够 与人愚愣 有点儿不太情愿道 两百块钱还不够 你吃的什么破外卖啊 这么贵 算了算了 你说吧 多少钱 今天 我必须给我家豆豆讨个公道 我轻轻吐出了三个字 一百万 听到我说一百万 他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多少钱 你再说一遍 一百万 再次听到我说一百万 女人直接破口大骂 你这穷逼怕是穷逢的隔队说胡话 一个破外卖两百块就不得了了 还特么说一百万 你这穷逼怕是一辈子没见过钱涨什么样子 随便信口胡扯 见状我嘴角 微微一笑 谁跟你开玩笑了 确实是一百万元 我这里有详细的收据 还有餐厅开的清单 以及各种发票证明 你需要看一下吗 神经病 豆豆 我们走 以后别来这儿哈 神经病杀人可不犯法 女人骂骂咧咧的拉着熊孩子转身就要离开 她觉得我就是在耍她 她家房子也才值八十万 这特么一个外卖就一百万 自然也是不信 接着我耐心提醒道 女士 我在这提醒你一下 在我国小孩给他人造成损失 尤其父母担任民事赔偿 这次你孩子对我造成了一百万的损失 已经属于巨大数额了 如果你在知情的情况下 依然置之不理 可能会面临刑事处罚 那坡妇听到这话更是火冒三丈 你的外卖你让我赔一百万 也只有你这穷笔敢想 老娘今天把话撂这儿 就那两百块 多一分钱你也别想拿到 有种你去报警抓我啊 我还就不信了 一顿破外卖而已 叔叔能把我怎么着 说完 女子头也不轨的拽着熊孩子离开了 好 这可是你要求的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珍惜 随即我就带着所有证据来到了派出所 叔叔同志 我的外卖被人偷吃了 是个熊孩子偷吃的 叔叔同志一听 心里并没当回事 一个外卖能值多少钱 一会我们派个人和你过去调解一下就好了 按照规定 低于一千元是不与立案的 叔叔同志 我的外卖很贵的 达到立案标准了 哦 你点了多少钱的外卖啊 一百万的 一百万 你是说是一百万元人民币是吗 叔叔听到一百万人民币也是一脸震惊 是的 叔叔同志 这个外卖是我一百万点的 那你有相关的证据吗 接着我就把提前准备好的发票和收据以及视频证据递了过去 叔叔查看完所有证据后说道 小伙子 证据十分充足 你的外卖确实价值百万 由于孩子还小相应的损失 应该由他的监护人对你进行赔偿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管的 不过小伙子 你是否愿意接受和解 叔叔同志 那熊孩子之前就偷吃过我的外卖 家长非但不道歉还骂我神经病 今天已经是他第二次偷吃我的外卖了 全楼很多人也都被那熊孩子偷吃过外卖 所以我的态度是坚决不和解 并绝不接受调解 同时因为我的损失巨大 我认为您可以先行积压那位熊孩子的监护人 好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而这边熊孩子的母亲使真相刚回到家 就对着自己老公抱怨道 老公 你不知道我今天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老公杨伟疑惑道 怎么了 楼下那个小子就是整天不上班 活在家里打游戏那个 故意把外卖放在门口 让咱家逗逗吃 完事立马就来搂我 我给他两百块钱 他都不乐意 非说自己的外卖价值一百万 你说是不是神经病 妈的提起他就来气 那小子我知道 老大不小个人了 天天宅在家里打游戏 不正业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刚刚看短视频 人家专家可说了 长期宅家里不跟人交流的 脑子是会出问题的 说不定啊 他还真是个神经病 以后你跟逗逗少跟他接触 就在这个时候 敲门声突然响起 史真香打开门后 两个叔叔站在门口 熊孩子经常偷吃我外卖 我反手买一份 价值一百万的外卖放在门口 不为别的 只为让他家卖房赔偿 史真香女士你好 我们接到楼下大壮先生的报警 您家孩子偷吃了大壮先生价值一百万元的外卖 相关的收据与监控视频 我们全部核实过了 大壮先生的付款证明 我们也核实完毕 因为此案涉案金额巨大 又因为犯罪嫌疑人年龄太小 故此 我们传唤身为监护人的二位 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这叔的话 宛如武雷轰顶一般 狠狠地轰在了史真香夫妇俩的身上 不 这怎么可能了 你们搞错了吧 那么小一份外卖 怎么可能价值一百万元 史真香老公杨伟也极力辩解道 对啊 叔叔同志 他一个死宅男 连个工作都没有 怎么可能点得起一百万的外卖 我觉得你们还是回去再好好调查一下吧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二位 我说过了 所有证据我们均已核实过了 并且申请了相关文件 才来传唤你们的 史真香芒道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能跟孩子计较呢 豆豆还只是个孩子 孩子贪吃而已 他一个大人 跟一个孩子计辅什么 你们难道没跟他说吗 我们家豆豆才六岁 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这位女士 我不是已经跟您说了吗 当事人是位成年人 所以由监护人代为负责 孩子犯错 大人负责 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这次的涉案金额太大了 我们只能依法对您二位进行传唤 不 不是这样的 史真香突然情绪激动了起来 是楼下那个叫刘大壮的死宅男 故意放外卖在那 让我家豆豆吃的 是他故意设陷阱和我们的 我要报案 鼠鼠同志 我要报案 我们被讹诈了 鼠鼠同志 也是一阵无语 史真香健壮 依旧不死心的道 就是那小畜生的我们 而且 他还打了我家孩子 把我家豆豆弄破了 我亲眼看到了 这算是故意伤害吧 你们还不快去把他抓起来坐牢 叔叔也懒得跟他们废话 直接说道 二位要是再不配合调查 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叔叔俩知道糊弄不过去了 只能跟着叔叔同志回去接受调查了 到了派出所里 史真香还骂骂咧咧 不依不饶的为自己和孩子辩解 我发誓 那个叫刘大壮的就是钓鱼执法 就是在额我们 他还打了我家豆豆 我还没找他赔钱呢 他却先找上我们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他老公杨伟倒是冷静了许多 他对叔叔说道 你看我们能起个律师来跟大壮先生谈谈 然后达成和解吗 这事确实是孩子做错了 但是孩子还小 又不是故意的 本质上就是个小孩子贪嘴罢了 赔偿一百万 我觉得太过了 这没问题 请律师是你们的权利 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 我们这就去请大壮先生过来 接着我便来到了派出所 见到了使真香夫妇 旁边的则是他们请的律师 那使真香看到我就破口大骂了起来 小畜生 你终于来了 我说不就是个外卖吗 邻里邻居的 你至于报警吗 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小心眼的人 一旁的龙律师也是十分无语 自己的仪式英明 怕是要毁在这坡妇手里了 龙世杰赶紧道歉 不好意思啊 大壮先生 我的当事人有点激动 他不是那个意思 那他是什么意思 都到派出所了 都他妈要到调节这一步了 还跟老子这儿白脸色 什么玩意啊 是这样的大壮先生 我的委托人呢 希望与您就您外卖这吃仪式 达成何点 我们是愿意向您赔偿 但您点的这份外卖价格太贵 而且委托方的孩子 也不是故意吃您的外卖 主观上没有偷这个概念 龙世杰说道正 顿了顿 我看着他那一脸认真的样子 冷笑道 然后呢 我觉得 您看赔偿金这块 能不能让让步 你说的没错 造成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人 是个六岁的小孩 但我可不认为 他没有主观恶意偷吃我的外卖 就在昨天 他的孩子已经偷吃过一次我的外卖了 如果不是 我及时发现 熊孩子走了 绝对死无对证 这一点我的邻居们可以作证 因为他们的外卖都有被偷吃 且没得到赔偿的案例 另外 我再说一遍 这件事 我不针对孩子 因为孩子确实不懂事 我针对的是孩子的父母 正所谓子孤教 复之过 我认为 我现在的做法不但不是对孩子不负责 恰恰相反 我是在为孩子负责 小时偷真 大时偷金的故事 你们都听过吧 我现在就是要让孩子的父母意识到 如果大人置之不理 让孩子一错 到底最终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甚至会晤了自己的性命 龙世杰也被我的气势给震住了 他陪笑道 是是 大壮先生您教育的事 我们也承认 世家长教育不到位 我在这 替我的委托人向您道歉 只是这个赔偿问题上 打住 我直接打断龙世杰的话 外卖该赔多少钱 就赔多少钱 一分钱都不能少 你也不用劝了 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和解 熊孩子经常偷吃我外卖 我反手买一份价值一百万的外卖放在门口 不为别的 只为让他家卖房赔偿 我再说一遍 那熊孩子偷吃了我价值一百万的外卖 一百万的赔偿金 一分钱都不能少 龙律师你也不用劝了 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和解 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偷窃他人财务造成的损失 如未成年人不具备赔偿能力 应由其监护人赔偿 所以这一百万应该由他父母进行赔偿 事情发展到这一部熊孩子的母亲彻底慌了 他家房子也才值八十万 就算是把房子卖了也不够赔偿的 随即他急促的朝自家律师说道 龙律师你快帮忙说说啊 龙世杰安慰道 放心 石女士 我是专业的 相信我 接着他对我说道 大壮先生 既然您这么说了 那么咱们继续掰扯掰扯 我这里能有几个疑惑 想要您为我解惑一下 你说 第一点 我委托人的孩子已经偷吃过您一次外卖了 为什么您还要继续把外卖放在楼道里 其次 您监控里既然看到孩子在吃外卖 为什么不出面阻止呢 综上所述 我认为您是故意把外卖放在那里 让我委托人的孩子偷吃 对此 您做何解释 我十分轻松的笑道 首先第一点 我是个动画博主 你是知道的 平时我所有的外卖都是让外卖小哥放在门外 这是为了不打断我创作动画的思路 第二点 上一次孩子偷吃我的外卖 对方家长是按照原价赔付给我外卖钱的 他还警告我说 他家孩子不会偷吃任何人的东西 所以咯我有道理认为 这一次他还是会照价赔偿给我 人家母亲都说了 他孩子是好孩子 不偷东西吃 我这么单纯善良的一个人当然相信了 所以外卖我就照常放在门外了呗 谁知道这次孩子吃完外卖 他家长就翻脸 不认账了呢 龙世杰一记不成 他立刻又生一记 好 这些咱们翻篇哈 我们就您外卖的价值来讨论一下 我方认为 您点的那份外卖并不值一百万 龙世杰越说越来劲 气势再度高昂了起来 那么小的一份外卖盒 怎么可能装得下价值一百万的外卖呢 退一万不讲 就算是饭店认定他价值一百万 可如果从别处点 只价值一千块呢 这您让我们赔一百万 我们是不认可的 那是真相夫妇俩文言 也立刻附和了起来 就是啊 不是你说一百万 他就值一百万的 我还说他就值一千块呢 那里面有金子还是银子 你说里面有什么吧 大不了我们给你点一份一模一样的外卖赔给你就是了 我就不信 能花一百万 听着使真相夫妇的狡辩 我冷笑道 买一份一模一样的外卖赔给我没问题啊 你们真能办到的话 那这件事咱们就两清 使真相夫妇俩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胜利的神色 想搞一份一样的外卖还不简单 在他们夫妇看来 我的那份外卖无非就是因为饭店的品牌意见 所以才贵 要是换成小餐馆 同样的食材 十万块钱估计都用不到 龙律师则胜券在握的继续说道 大壮先生 您那份外卖里都是什么 方便告诉我们吧 我们明天就去给您搞一份一样的外卖来 我一脸淡定的说道 我点的这份外卖所使用的食材 全部来自于原产地 空运的活生先制作而成 所以我要求你们赔给我的 也必须是同样的条件制作 这点没问题吧 使真香夫妇俩的嘴角抄了抄 空运 活生先 光是这两个条件 恐怕价格就不菲 但是一想到一百万的赔偿金 使真香咬咬牙道 没问题 那好 咱们来一项一项的捋一捋哈 第一道菜是北美太平洋 海岸产的鹅井藤湖 阿拉斯家产的红王蟹 这两样加起来不算运费也就十来万吧 重点来了 我点名要的大西洋蓝旗金枪鱼刺身 蓝旗金枪鱼是十大名贵海鲜之一 在刺身中非常受欢迎 而且蓝旗金枪鱼非常稀有 在料理店售价非常高 给我做刺身的这条蓝旗金枪鱼四十多万 并且是现运现杀的 最后还有一只中华锦绣龙虾 二笔产的 这碗一把 最贵有卖到六十万一只的 不过给我做菜的这只比较小 才四十三万 我照着清单念完之后 笑容和煦道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真能给我搞一份一模一样的外卖 这一百万我可以不要 使真相想也不想 直接答应道 行 明天给你送去 使真相以为不就是下 金枪鱼还有什么螃蟹吗 海鲜市场有的是 随便给我弄点 再找个大厨做好吃点 不就得了 我早就预料到对方会来这么一招了 我笑着说道 这可不行 我的要求是 食材必须跟我之前点的一样 这样 你们想从哪个国家购买什么食材 我也不要你们空运了 只要你们付钱 我直接坐飞机过去自取 来回的空运费还帮你们省了 如何 使真相一听就不乐意了 不就是虾和螃蟹还有鱼吗 国产拿点比不上外国货的 你那么穷洋内外干嘛 使真相老公杨伟也说道 就是啊 味道都差不多 你弄那么复杂干嘛 我嘴角微微上扬 看着龙世杰说道 弄不来是吧 那不好意思 赵家赔偿吧 再见 话落 我便起身离开了警察局 使女士 杨先生 大壮先生刚明确表示 不接受和解了 我们也只能按照流程办事了 在法院最终判决书下来之前 您二位不得离开江北 并且需要接受我们的监管 叔叔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后 就让这对奇葩家长离开了 使真相夫妇 这下彻底慌了 杨伟苦苦哀求道 龙律师 你一定要帮我们啊 真要是钱要赔偿的话 那可是一百万啊 我们家房子才值八十多万 卖的不够 使真相得道 龙律师 我看就去海鲜市场给他弄点瞎子 螃蟹啥的 做一份端过去 爱吃不吃 反正味道是一样的 就算是陪他了 龙世杰跟这二位接触下来一天 总算是明白了 在这两位心里 压根不觉的自己孩子有错 他真是后悔 接这个案子了 这恐怕得成为 他职业生涯里的一个黑历史了 二位 这件事了 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你们还是赶紧想办法去筹钱吧 免得二位进去抬风人家 熊孩子经常偷吃我外卖 我反手买一份 价值一百万的外卖放在门口 不为别的 只为让他家卖房赔偿 很快就到了开庭审礼的日子 我来到庭外 正好遇到了使真相夫妇 那使真相看到我 就破口大骂了起来 你这小畜生有没有点良心啊 豆豆只是一个孩子了 你跟他计较干什么 卑逼着我们家破人王 你还开心是吗 我告诉你 这人在座天在看 你这样会早报应的 使真相这一骂 那叫一个唾沫横飞 我也是十分无语 都到这份上了 这位母亲还没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还在往自己身上拖脏水 看来自己叫这个针 针是叫对了 龙世杰见状不对赶紧劝说 石女士 马上开庭了 你这么做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我一脸平静的看着使真相说道 犯错了就要付出代价 如果我让你损失了一百万的东西 我可不认为你会宽宏大量的原谅我 使真相一听火气更大了 你都多大了 逗逗还是个孩子 我也只是个幼儿园毕业二十年的孩子 使真相顿时哑口无言 你儿子偷吃人家外卖 你不说教育他 还纵容他继续犯错 那是你的错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还有你想少赔钱 还三番五次的骂我小畜生 这是你想少赔钱的态度吗 我现在还告诉你了 我就不和解 现在不和解 以后也不会和解 怎么着 听完以后开心了吗 使真相背对的脸色障碰 浑身哆嗦 半天没憋出一个屁来 杨伟赶紧一脸卑微的说道 大壮先生 我在这里向您诚感的道歉 也确是我家孩子做错了 也的确是我们教育不到位 您看咱们邻里邻居的 得扰人处且扰人 要是您坚持 要我们赔偿这一百万 我们肯定要倾家荡产 以后孩子上学都是问题 咱们为了孩子好 各退一步和解行吗 为了孩子好啊 对 为了孩子好 我假装若有所思的说道 行 为了孩子好 使真相夫妇都松了口气 以为自家房子总算是有救了 然而 为了孩子好 那我更不能和解了 要是我不给你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你们以后肯定教育不好孩子 这一百万啊 就当是你家孩子的教育费了 这是为了孩子以后 上了社会不会变成小偷 这钱啊 花的值 使真相夫妇听到这话 已经完全僵住了 很快就到了开庭审礼 还没等法官开口 只听使真相一声一声 跪在了地上 哭嚎着道 青天大老爷 您要为我做主啊 那小畜生仗着自己有钱欺负我们老百姓吗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操作给整无语了 青天大老爷 拜托 这是现在社会 法官终于看不下去了 也开口提醒道 被告 请注意速静 现在开始审理外卖被偷吃一案 1月20日 中午11点23分 杨豆豆偷吃了刘大壮点的外卖一份 价值100万 被告 对此可有意义 没有意义 龙世杰直接放弃了争辩 证据太充足了 数数都取证过了 争辩也是浪费时间 法官继续问道 那你们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就直接宣判了 法官先生 我方认为 造成此事的 是一名不满六周岁的孩子 本身不具备辨别是非能力 更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 其次 原告大壮先生 在发生了第一次外卖被偷吃事件后 没有加以警觉 并在自家连夜装了摄像头 还故意点了价值昂贵的外卖 放在家门口 这一系列的行为 我认为是故意在引诱孩子 是不当行为 希望法官先生 可以重视这一点 龙世杰就是咬死了 我是在钓鱼 是故意的 原告 对于被告律师的说法 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我淡定道 法官先生 首先我要明确的一点是 门外属于公贪范围 按照法律规定 也是属于我家的范围内 外卖放在我家里 犯法吗 其次 被告律师的言论 无凭无据 属于对我本人的污蔑 最后 我国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 放在门外的外卖被偷吃了 就不能再继续放了 被告人不反思自己 损害他人财物的行为 反而让我这个被害者反思 这不属于本末倒置吗 县对外卖被偷一案 进行宣判 判决如下 杨豆豆偷吃刘大壮外卖一案 证据确凿 其间护人对此供认不讳 该案件当事人 为六岁未成年人 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未成年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无法不择 应由其父母承担责任 故此 判决使真相 杨伟 依法赔偿受害人 法官的判决一出 使真相随即感觉 脑瓜子嗡的一声 如同被大锤给砸到了一般 头昏脑胀 眼花耳鸣 他一个眉毛 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杨伟泽气的满脸帐筒 满脑子都是离婚两个字 这下好了 你开心了 满意了 咱家房子 车子 还有所有的家具电器 都卖了都赔不起 我他妈是倒了几辈子的血没啊 怎么娶了你这么个败家老娘们 使真相随即坐在地上 撒起了泼 刘大壮啊 非要生生逼死我们一家子 还开心吗 你睁开眼看看啊 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大家啊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非要逼得我们全家上皇权吗 求求你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一家好不好 我们以后给你当牛做马 实在不行 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行不行 我没有理会这泼妇 直接转身离开 这都是他自己就有自取的